老师傅只是下山外花园 一进门却看到主人家的孩子悠闲地睡在地上 这么冷的天 你怎么睡在地上啊 地上舒服 地上怎么舒服 睡在地上掉不下来 奶奶听到后急忙出来迎接 你这孙子好聪明啊 这孩子心里头不笨 就是好胡说八道 这是狗娃与一伟大师的初次见面 谁能料到 身世特殊的她在三十年后也成了一位精神佛法的大师 1945年的8月15日 在华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驻扎在洛阳寒家庄的日军紧急撤离 他们深知对这里的人民犯下的罪念 想尽快逃离这片被他们残害过的土地 于是长官下令舍弃所有行李自重和老幼病残 以最快的速度撤离 而随军护士大导盒子也在这支队伍中 丈夫刚在孩子出生前两个月病逝 所以孩子是他全部的希望和寄托 但因为遣返令明确规定不准带孩子上车 于是他便偷偷把孩子藏在竹篓中想蒙混过关 但却被长官发现后强制扔下了车 任凭他怎样无助的嘶吼也无济于事 从此骨肉分离 相见无望 日军刚走 寒家庄附近的百姓就来到他们的营地捡一些能用的东西 而接生坨羊角大娘也在其中 正当他捡了几个瓷盘瓷碗准备回家时 突然听到路旁的草丛里有婴孩的啼哭声 于是他寻着声音过去 打开竹篓一看 竟是一个被日军军装包裹着的孩子 看到是日本人留下的 他本想丢下不管 但孩子响亮的啼哭声让他心生怜悯 虽是恶虎才狼之后 但善良淳朴的大娘还是将孩子报气 可能是冥冥之中的缘分 孩子一被他报气就不再啼哭 回到家 女儿秀秀对这个孩子也是非常喜欢 他们就给孩子取名狗娃 大娘想把狗娃给哑巴儿子葫芦当儿子 但当葫芦得知这是日本人留下的孩子后 却说什么也不同意 抱着孩子就要往处扔 母亲急忙上前阻拦 你都三十了 也娶不上个媳妇 老了谁管你 我伺候你一辈子 最终在他的坚持下把孩子留了下来 孩子是留下了 但养活也是个问题 作为接生婆的 他自然知道村里的媳妇们谁还有奶 于是每天就抱着狗娃趁奶尸 大爸妈 快喂养两口奶吧 清早起来就饿得直哭 但人们知道这孩子是日本人的血脉 自然有人不是很乐意 看到羊角大娘抱着狗娃过来 小财 来 过来吃蜜蜜 虽然不情愿 但一奶不过先前仰角大娘对他们的好 也不好意思拒绝 大娘 抱着孙子出来散散心 十个欢喜捡个愁 出来行口奶吃 这跑了三家了都没喂饱 你再给他吃两口吧 每次让人帮忙的时候 大娘都自然的接过对方手中的货 毕竟大人都吃不饱更别说孩子了 大娘 小财都这么大了 你看没奶了 行行 去一口算一口 不仅葫芦不愿意要这孩子 参加过抗战的葫芦二叔更是不同意 他的断臂就是在战场上被日本人打餐的 他还说那么多家里养不起的孩子不去包 为什么非要养一个日本人的孩子 这相当于犯了法 犯啥法 犯国法 日本人又杀又烧 照了那么多孽 他们的孩子能是随便养的 那日本鬼子是可恶 我是想着 这大人是大人 孩子是孩子 孩子也不行 野狼养不成家狗 我给他们打过仗 日本鬼子都是也没人性的东西 他们没人性 咱得有人性 孩子是条性命 咱能眼看着不管 谁想管谁管 看着咱们的养活的猎主 虽然杨角大娘很可怜这孩子 但村里人们的看法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于是思来想去决定将狗娃送走 但自己又狠不下心 所以就让秀秀去做这件事 年儿一清早 你把他抱到大路口 让过路的人抱走 虽然心中都很不舍 但他们眼下也只能这样做 于是第二天秀秀将孩子放在路边 他偷偷躲到一边看了一天 却没有一个人将孩子抱走 听着狗娃追星刺骨的哭声 秀秀只好将孩子抱了回去 看着痛苦流涕的秀秀 他心中已经知道答案 真是天不瘦 地不流 妈 你去送吧 不送了 该来的送不走 该去的叫不来 这样是咱的缘分 一旁的秀秀看着这一幕也终于露出了笑容 就这样 狗娃还是和他们成了一家人 在姑姑和奶奶的精心呵护下 狗娃长到了五岁 聪明的狗娃很懂事 每次奶奶给买回好吃的 他总会先让给奶奶 然后再让姑姑 最后才自己吃 多日的相处下 葫芦对这个儿子有了很深的感情 每次干活回来 狗娃都会主动把小板凳给爸爸搬到跟前 然后给爸爸吹呗 葫芦虽然表面恶魔 但内心里早已艰难了这个儿子 虽然家里的人对狗娃疼爱有加 但其他人可并不是这样 红村的几个小孩在捡着木头居下的爆花玩 狗娃也很想过去玩 但他知道他们排挤他 二爷爷也不喜欢自己 所以一直坐在一旁不敢上前 孩子的天心让他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欲望 他为手为脚地忍不住也上前捡了条爆花 那一旁的二爷爷看到后劲一把夺过来 然后嫌弃地推了他一把 这一幕恰好被砍才回来的葫芦看到 而那两个小伙伴也上前推干狗娃 看着儿子被欺负 葫芦上前喝退两个孩子 然后抱起狗娃来到二叔跟前 从地上捡起一个爆花递给儿子 二叔也发现葫芦开始袒护狗娃 于是就来劝大嫂 说孩子现在大了好养活了 要尽快把他送人 免得以后祖上留下的宅基地落到个日本人手里 甚至连人家他都给物色好了 我还没老糊涂呢 这边的事啊 还轮不上你担架 嫂子 我的也是好医 这天村里来了五狮子的 葫芦带儿子来看 为了让狗娃看得清楚 葫芦将儿子架到树上 恰好这时有人让葫芦去给五狮队挑蛋水 葫芦就让那人帮忙看着点儿子 结果葫芦刚走 那人就因为别的事离开了 而村里那两个经常欺负狗娃的小孩看到他独自一人 就又过来挑衅欺负他 狗娃 小孩 你打日本地 早完诈了 你劝什么书 别完蛋了 狗娃屁股都露出来了 震不震 幽不震 接着葫芦关这地 再说一句 小日本 你下不下 五千三度的 这是中国的书 你先震住也不行 见狗娃不下来 一个孩子从后面爬上树 一把将狗娃从后面推了下来 随后三个孩子打了起来 打死你小日本 打死你小杂虫 打死你 打死你 打死你小杂虫 随后两人洋洋得意地上树 而狗娃被打得流了鼻血 衣服也被抓得破了面 鞋还被扔了一只 挑水回来的葫芦看到被欺负的儿子很是心疼 还满眼含泪的一把抱住狗娃 在回家路过石门旁的石像室 看着哭泣的狗娃 葫芦就打十人搬狗娃出去 回到家 奶奶和姑姑得知后也是很生气 奶奶让下次骂回去 骂他们几句也掉不了舌头 然后还教狗娃如何打架 来 打 你没吃饭呢 看着 打 哎呀 那个小菜包子 怎么连家也不会打呀 其实并不是不用力 是狗娃舍不得用力打奶奶 奶奶健壮又教狗娃摔跤 你太低 这样抱奶奶腿 保住 使劲 往上线 腰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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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这样 摔到以后啊 来狠狠地打他个老孙 温情总是短暂 命运总喜欢和我们开玩笑 离别也常常让人猝不及防 这天 同村的几个男人要去陕西修铁路 看到葫芦在家一身的蛮力无处用 就和大娘说 带葫芦出去多挣点钱 可以改善这一家老小的生活 而且同村一起去的好几个 可以相互有个照应 大娘虽然有些犹豫 但看着儿子还未娶妻 狗娃还要养活 于是也就同意了 出发的这天 母亲和儿子将葫芦送到村口 她不住地叮嘱儿子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 吃东西要小心 该休息的时候就好好休息 这时狗娃说她也想去 傻孩子 你去干啥 这是去干活 又不是去赶会 我会放这赶红 我会说话 我也能听见 葫芦不舍地看着儿子 她将母亲给自己带的主鸡蛋留给狗娃 心中满是不舍 虽然她不会说话也听不到 但她还是想听狗娃叫自己 爸爸 爸爸 几声爸爸叫到了她的心里 她不舍又幸福地出发了 她幻想着回来能让母亲和儿子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生活 喜了这一句 便与家人阴阳两个 这天 母亲跌跌撞撞抱着葫芦的棉袄和锤子回来了 她瘫坐在门口 原来在凿隧道的时候石头塌下来 大火都喊她赶紧躲开 但奈何葫芦听不见 永远地留在了那边 怕后悔让儿子跟着出去打工 原先的日子虽然清苦 但一家人在一起相互照应其乐融融 一家人悲痛万分 狗娃还不懂这生里死别 总是坐在从爸爸离开的石像边 望向爸爸离开的方向期待爸爸的回来 一辈子没出过大山的羊角大娘 第一次出远门竟是为了去给儿子料理后事 这一举 不知多久才能回来 奶奶便把狗娃托付给了一只无儿无女的货郎夫妇 因为对方一直想要个孩子 因此对羊角大娘很是感谢 这是我们给你买的两套衣服料子 都是上海货 这些我都不要 这孩子命苦 应对的可要 一方一百个心 我们无儿无女 孩子到家里 还不是把他捧在手心里 狗娃看到姑姑哭了 竟懂事地和奶奶说 奶奶 姑姑哭了 烧饼给他吧 几个月后 狗娃想奶奶和姑姑 就自己跑了回来 但大门却一直挂着一个锁 邻居大娘看到后 就问他怎么摸回来了 我来看我奶奶回来没有 你奶奶没回来 我再等一会 别等了 孩子 你奶奶今天回不来 他在陕西 你姨奶奶家住下了 大娘心疼狗娃 就想带她进家吃饭 但狗娃却挣脱大娘的手离开了 几年后的一天 寒风刺骨 大雪纷飞 想念狗娃的奶奶一回来 就想去见见狗娃 于是就来到货廊住的村 恰好在村口碰到一个衣服 破烂背着擦火的男娃 她便上前打听货廊的住处 东头第一家 门前有棵十字树 知道的可真清楚 就是俺家 狗娃 我就是你羊角奶奶 奶奶 你怎么几年也不回来啊 货廊的妻子正一边烤着火 一边吃着热乎的白面和烙 而货廊也正轻点着上午卖货挣的钱 她和狗娃一同来到货廊家 看到羊角大娘 夫妻俩很是吃惊 他们故作热情的让大娘烤火 看着夫妻二人油光满面 大娘不由地问报 这么大的东北风 这狗娃 怎么连帽子也不戴呢 有帽子 大娘 她不戴 这属酒汗天的 那就穿一个涮筒子面帽 这能不管风 狗娃没有说话 独自回到自己的柴房 奶奶看着很是心酸 好烂也得套件衣裳 大娘 袜子都采好了 天太短 做不出活来 正当对方还要为自己辩解 李屋却突然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 大娘先是一愣 随后跟着到门口一看 红衣服粉棉袄 小虎帽子小虎鞋 大娘心里瞬间了然 常言说 猪是猪 羊是羊 猪肉 长不到羊身上 如今 你们有了亲生儿了 狗娃娃还是带走吧 狗娃文言面露喜色 尽管对方假意感情深舍不得 想让他们吃了饭再走 不 不用了 你们帮着孩子收拾收拾吧 衣服 鞋袜 奶奶 都收拾好了 虽然数九寒天 但狗娃的心里却是暖的 回到家 姑姑激动的让狗娃烤火 当她看到狗娃的鞋破烂不堪 而且鞋底还磨出了洞 瞬间心痛不已 秀秀已经是如花似玉的年纪 红村的媒婆便来给秀秀说媒 但秀秀却一连几家都没印象 她担忧的是哥哥不在了 母亲也越来越年迈 狗娃还小 她出嫁了谁来照顾他们 媒婆也知道他们家的难处 就专门又给介绍了一个年龄大 家里条件好的大户人家 但羊角大娘却面露难色 嫂子 你别糊涂了 闺女能伺候你一辈子 这家劳动力多 肉费汤也费 你们也跟着沾点光 光彩礼啊 人家就答应该溜大妹子 李悟的秀听到了母亲和媒婆的对话 虽然自己不舍得 但目前这可能是眼下最好的办法 母亲惦记得不是对方能被多少彩礼 她也不是为了卖女儿 而是担心自家和他们门不当户不对 秀秀会因此受委屈 富家村这门亲事跟咱不般配 你放心 家里再苦再难 这种事 妈也不能委屈你 但秀秀却同意这门亲事 她觉得那些彩礼也能救救家里的鸡 自己受些委屈也没什么 人吗 就这么回事 好歹都是一辈子 出嫁前一天 秀秀把这些天给狗娃感做的一年四季的衣服安断好 又嘱咐她要堵到奶奶干家里的活 奶奶出去给人接生的时候也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千万不要出去和人打架 随后又拿出自己为她敢做的新鞋 这是你的鞋 天穿小的 炮穿大的 姑姑 你不要家人 第二天取亲的队伍颅骨喧天的来了 秀秀一袭红衣 头顶红纱跪拜母亲 这一刻只有当了母亲的人才最能挺 那种名正严顺的骨肉分离 让这弯心一样的不舍变得小心翼翼 透过头沙 秀秀看到母亲强忍着泪水 离开时 她看到墙角的狗娃泪流满面 但她不能向以往上前安慰 因为她的内心更不舍 当看着女儿上花椒后 母亲一把将狗娃拉回院里关上门 此刻的他们才敢放声大哭 女儿走后 仰角大娘的身体也很快不如从前 为了给狗娃寻调出路 她便带着狗娃上山来找一位法师 禁思之前 她将当年绑在狗娃身上的布袋交给她 上面还写着字 希望在她有能力的时候 可以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狗娃却不住地摇头 她紧紧地攥着手 怎么也不接奶奶给的布袋 于是奶奶将狗娃带到一位法师面前 将狗娃的身世全盘将给了她 希望大师能将狗娃收为徒弟 老师主 出家人哭啊 大娘说狗娃从小就命哭得很 是自己一把食一把尿拉着她 如今儿没了 闺女嫁了 我要是身体好 也舍不得离开的 奶奶总说狗娃命苦 但在命苦狗娃还遇到了她 而羊角大娘中年丧夫 老年又丧子 闺女为缓解家里的困难 嫁给比自己大十几岁的陌生男人 明了自己还得为孙子摸出路 她自己又何尝不是那个最苦的人 但一位法师还是以出家有出家的规矩拒绝了 我是个接生的 这辈子我借了三百多个孩子 有闺女养的 也有寡妇生的 我都给他们找条活路 万天灌地 一个人来到这世上 能送到活路上 就别推到死路上 这不也是基因得 行善吗 奶奶的一席话 触动了老法师 于是狗娃就留在了山上 不提本乌术 明镜 悲台 把名就叫明镜 你以后就叫明镜了 知道了吧 靠明镜 不 出家人废除原有姓氏 以氏为姓 就叫明镜 从此 狗娃变成了明镜 整日在寺院里洗字读经 偶尔也会下山回去看望奶奶 但这天 老法师看到明镜归在佛前抽气 明镜 你又回家了 家里出事 奶奶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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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世了 托弥陀佛 明镜 出家人 深入空门 要行人所不能行 要忍人所不能远 三叶清净 六根唇河 断欲去爱 斩绝松情 眼泪 是不能远的 时光仍然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小和尚明镜如今已成一位精通佛法的大师 随着中日两国逐渐开始建立外交关系 明镜竟有机会一同和中国佛教代表东渡日本进行佛法交流学习 但仍然 我再看一看 我日本佛教会 日本軍国主义的中国侵略战争阻止 中国人民 多大的灾难 而已经头发花白的大岛和子恰巧在电视上看到了关于明镜法师的报道 大岛和子来到现场 他注视着台上的明镜 他很缺席 明镜就是他丢在中国的儿子 于是在那条白色布袋的见证下 母子二人忠得相见 母亲不住地哭泣不停地道歉 明镜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他说自己已经是出家人 不必再为此烦恼 他平静地将自己被羊脚大娘一家旧起的养育之恩讲给母亲听 母亲提出想去中国为羊脚大娘扫墓 明镜建议他在四月份再去 因为每年的四月会有中国传统的纪念亲人的节日 随后母亲拿出父亲生前的衣服让他穿 当明镜脱下袈裟穿上父亲的衣服时 我干啥 妈妈 我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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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我干啥 我干啥 他为母亲垂背已经多年未尽的孝心 母亲高兴地为他准备晚饭 而这时一阵钟声响起 明镜起身退去父亲的衣服 他穿回自己的袈裟 母亲明白儿子的用意 虽然母子温情短暂 但至少 他们知道了彼此都好好地活在这世上 一开始 明镜送给大岛盒子一串念珠 并嘱咐他明天不要去机场 这世间让人留恋的东西有很多 无非只有舍得和放下才能留根清静 第二天 虽然大岛盒子去了机场 但也只是远远看着明镜远去的飞机 他嘴里不住地喃喃道 影片至此结束 全片没有严厉去批判那些作恶的人 只是通过羊脚大娘一家和狗娃的遭遇来折射出人心的善良与隐忍 高度与光芒 虽然经历残忍的战争 但中国人依旧流露着骨子里的温顺和纯朴 而这不是一种懦弱 因为那段悲惨的历史已经深深地刻在中国人民的血脉